两台警车沿路鸣笛 憧憬乡道持续追赶 嫌犯开着小货车逃窜 两台警车前后包夹 警方马上下车大声喝斥 并且敲破车窗 将嫌犯拽下车上号逮捕 而且苗栗警方路上巡逻 在狱青大桥上看到了 63岁的张姓怯通气犯 看到他开着货车随即上前拦布 但是对方拒捕加速逃离 开往山区躲藏 高速行驶途中 货车右前方的轮胎还爆胎了 轮胎皮散落一地 警方追了约15公里 等到对方货车爆胎 无法再行驶 才成功将人逮捕 带回派出所调查 该驾驶拒绝停车并驾车逃逸 远警随即通报拦截尾部 警察该名张姓驾驶为新竹地方法院 因窃盗案发布通缉犯 见警方拦查 才为心虚驾车逃逸 通气犯开着朋友车 以为能躲过追戏 但仍旧逃不过警方法院 被逮捕后解送致递检 TVBS新闻谢古今苗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